抓包台塘国产猪友超毒 收入金西布特罗 在党立委要求隔壁要到 立院专案报告 但民进党立委却要求台中市长 卢秀燕也得到立院备巡 负责检验的低线的人员 他最清楚 实案处长 卫生局长 主政的实案局长都会说明 中央猪肉管理出包 却找抓出问题的台中市府 去备巡在党炮轰 立云自己执政出包的现实 要不要都来备巡 高雄市有发生毒辣椒吗 辣椒粉呢 而且56公斤之多 很多都吃到这个 很多消费者的肚子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立刻 可以请陈其迈来做报告 来备巡呢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是血流成河 没有尊重中央和地方自治的精神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还呼吁卢秀燕应该要诚实面对 网友炸锅嘲讽 是中央政府不敢诚实面对吧 白名的大毒株 谁吃了找不到 还搞政治斗争 而在党立委更酸 王定宇最没资格谈诚实 最没有资格跟卢秀燕市长讲诚实的 就非王定宇莫属 一个已婚的男性的立法委员 再跟女议员同居 然后呢房租八千块 这个要跟大家谈什么诚实 就连帮自己的儿子说帮他做饭吃 那都是道徒的 这算是什么诚实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找不出毒株问题的中央没事 为实案把关台中 却成了众矢之地 全国实案大战 如今成了政治杀戮战场 记得杨洁书国豪 SN小组台北台中报道